好,今天所要帶來的第二場比賽將是高雄17直播 鋼鐵人要對上衛冕軍臺北富邦勇士 這樣非常大的考驗 當然,他們在陣中也有非常大的變動 最主要的就是邱大宗總教練 非常期待的 OK,OK 邱總 OK 進攻的時候呢 他那個地方有個優勢啊 1-5 1-5 這個地方 賽車夫的地方 賽車夫可以拉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了解一下吧 好 這樣可以 好 基本上 這樣子 只要有內線的,就轉二三 他們兩個保證 或是你們保證有人轉進來快一點 高的轉進來快一點 OK,好 這樣清楚 我想值得一提的是,過去兩個賽季 鋼鐵人所加入到Plus League兩個賽季 都是由外籍教練來加入到球隊當中 等於說,率領球隊開季 那這一次,第一次是由本土教練 來帶領鋼鐵人面對新的球技 怎麼招待 沒有那麼多藉口啊 把球打進 還要把他打好 欸 8分前 就只有8分 那個分子在掉啊 拿出東西啊 分子在掉 因為獅子幫他球啊 欸 哇 真的啊 他要把人家帶出來 好 他不是純射手啊 他不是純射手啊 好 OK,boss ball 現在卡貝爾拉出來 你一個先打 完了幾近了,這個配合一下 OK HUNTER,HUNTER HUNT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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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如果你是看網路直播的話 應該可以聽到剛剛邱大宗總教練非常的激動 哈哈哈 因為邱大宗教練喔 其實有的時候會透過一些言語激勵的方式啊 希望能夠帶動一些球員的這個場上的聽進 的專注的態度 我就想到以前 寇子秋曾經說過一句話 嗯 他說過很多話 你吃哪一句 他說 選洋將 就要選那種頭大 頭大 夠粗的 喔 HUNTER HUNTER 第一次看到他 就要選頭大 夠粗的 我還以為 會一個頭兩個大 哈哈哈 只要能夠找回他的外線準心的話 在場上是非常有威脅 就要選擇 就要選擇 對